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正經 好 首先我們要來看看 現在的疫情在全世界又進行了大爆發 而且在過去的一個星期當中 屢屢創新高 雖然致死率慢慢減緩 但是疫情的感染率是不斷的 一波又一波的創新高 在俄羅斯 烏克蘭 日本 都創了這個Ever highest 就是史上的最高 那臺灣呢也創下了史上的最高 就是這則新聞說有24個移入的病例 那麼都是境外移入 其中20個是印尼的移工 還有呢23個人是陽性 昨天已經公佈了3個 反正到目前為止呢 有24例就在昨天被驗出來 是境外移入 於是我們就在想一個問題 我們一直說要邊境管制邊境管制 我們講了快半年了吧 結果呢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 始終不做這個事情 我不太懂 為什麼政策性的不做 既然你認為嘛 99%都是境外移入 臺灣社區就是自稱零感染嘛 既然你認為最大的問題就是境外移入 那為什麼不做境外的這個快篩 而且篩檢之後呢 隔離14天 然後你再放出來看看情況怎麼樣 怎麼說不做就不做 我覺得根本的環節在於 這個政府不想做事 講白了就是這樣 它所有的措施都是民眾不方便 我政府方便 所有的措施都是如此 就是早期的你要篩檢 你還要拿出條件 自費政府不給你錢 而且你要符合條件 你才能篩檢 讓我們說邊境篩檢呢 邊境不篩檢 因為邊境篩檢麻煩 所以要你自己付檢驗的報告 舉凡所有的措施 只要政府要做事的 他一概不做 讓你自己去做 你自證自己的清白 自證自己的健康 政府不替你做這件事情 那碰到那個出了狀況的呢 你要不就推給偉陽性 要不就推給偉陰性 這個政府從頭到尾 不會去思考一套完善的管制措施 那麼現在看起來 進入秋冬的疫情要越來越嚴苛了 在美國的一些報紙上 甚至說到說 美國在未來的一個月當中 可能會出現末日式的 疫情的散步 講的是唯言聳聽啦 當然我們希望這事不要發生 好 接下來我們要談論一個 非常嚴肅的話題就是 我們的政府怎麼看待 這一些所謂的防疫的 國民從國外進到台灣回家的 這些家人們的健康 我們先舉個例子來講吧 如果你是一個在海外生病的人 你最希望你的政府為你做什麼 如果你在海外生病了 你打個電話到當地的使館 或者辦事處 比方說你在紐約生病 打給我們的紐約代表處 告訴他說我是中華民國國民 那我現在染上了肺炎 你希望政府怎麼做 第一等最好的政府 就是你希望這個政府呢 可以提供你醫療保健 給你海外健保的給付 給你一筆急難救助金 金額多少不管 至少讓你覺得安心 至少你在選擇病房 選擇醫療方式的時候 沒有經濟上的負擔 這是第一等的政府 碰到這樣的政府 你一定愛死他 下次會投票給他 有沒有這樣的政府呢 有的 待會我們再來舉國外的例子 那第二種政府呢 就是他不提供錢 按照法規來 如果你在海外健保 到時候你就去申請海外的 緊急急難救助的健保 那麼 如果 第二等政府還可以做一件事情囉 就是比方說你在海外組一個 醫療團隊 可以供諮詢有一個專線 任何國人呢 有這方面的問題 你就可以打到這個醫療專線 讓我們在海外的 這些華僑台僑們 可以做醫療的諮詢 可以讓這個醫療的專業團隊 給你提供一些方向 告訴你到哪裡就醫 然後用這個電話問診的方式 給你做一個初步 家庭醫學的諮商 這是第二等政府 你也會覺得這個政府 至少還有一個做點事 第三流的政府呢 就是不管你 你自己在海外生病 那你家的事 你自己去處理 那麼政府當作不知道 第四流的 就是最差的政府 就是你在海外生病 你家的事 你別管 你別來煩我 你自己生病 自己想辦法 天與路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你家的事 最糟糕的一點就是 你生病可以 但你千萬不要跟我回國 來跟我佔用我的治療 醫療資源 或者是造成我政府的困擾 把你當成麻瘋病 長麻瘋的大麻瘋的女人 婦女 你不要回來了 現在我們的政府 在對這些所謂海外 可能有一些健康方面 在肺炎方面 你只要有一點可能性 你就不要回來 那我們的政府做的措施是什麼呢 就是你自己要登機前 你要檢據三日內有效的 這個檢驗報告 你要證明你是陰性 你才可以登機 有沒有搞錯啊 我們這個國家的政府是 當你很好的時候 你中華民國國民 歡迎來國內消費 當你需要幫助的時候 你流浪在外 千萬不要回來 你回來我政府也不理你 這就是今天我們的政府 對待所謂海外回到台灣的人 的基本的措施 我就比照我說過嘛 我們的宇宙政經學院有個同學 他是在美國LA的公民 那麼他前一陣子到了關島去 應聘到關島去做事 他最近跟我們分享了一個狀況 他頻頻的貼他現在的這個照片給我們看 我們羨慕死了 我說我好想去被關14天 他住在一個六星級的關島最高級的飯店 窗戶打開就是一片海 然後他貼那個他每天三餐吃的東西 他說他已經中了五磅 就是很棒的食物 每天專人送到你的房間來 多少錢呢 0元 不用錢 你可以住14天 如果你住7天以後你覺得很悶 你可以回家自主管理 但是你不要出來 那通通不要錢 這是關島政府 對美國居民或關島居民 回到關島的家 這個家長給家人的照顧 是這個樣子 那我這個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 他是有感染肺炎嗎 沒有 他只是回去之後他要做這麼一個檢驗 就是說你先隔離 先隔離不是居家 先到頂級的飯店去做隔離 政府養你 在這個過程中呢 就算篩檢 好如果沒事的話 篩檢沒事的話 你可以選擇7天回到家裡面 再7天自主管理 或者是在這個頂級的飯店 看著美麗的大海 吃最好的餐 14天 我的天啊 我好想被隔離啊 我 對不對 我真想被隔離啊 好 這是我們臨近的關島 跟我們一樣是島國 一樣是這個 屬於進出口或者是觀光客 比較頻繁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政府 做了什麼規定呢 好 我們先看看 這個我是看到一個臉書 叫我的子袍夢 好這是一個當過了3年9個月的檢察官 他的一個網路上的筆記 他現在是台大法律系的博士班 我們的衛福部在臉書上公佈說 從12月1號到明年的2月28號 就是國外的聖誕假期 跟我國的春節假期呢 啟動一個叫做秋冬防疫專案 這秋冬防疫專案是什麼呢 就是所有的入境旅客 不分本國人不分外國人 來台的目的 不管是求學工作外交公務 在登機前3天的一個 COVID-19的核酸檢驗陰性報告 就是說你要附上一個 登機前3天內的核酸檢驗陰性報告 你才可以上飛機來到台灣 意思就是說不管你有沒有染病 不管你有沒有得到武漢肺炎 你要先證明 在登機3天前你要拿到核酸陰性的檢驗 你才能上飛機回到國內來 天哪 這是新型的黑名單呢 以前呢 兩蔣時代 是你的腦袋有問題啊 你不能回來啊 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樣 你不能回來 你叫黑名單 現在是我懷疑啊 你不能證明你的身體是完全clean的 你就不能回來 天哪 這叫家嗎 來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 我的子袍夢的這個臉書的 台大法律局博士班 曾經加入過檢察官的這位朋友 他的分析是這樣 從法律上的分析 他說第一個 這個違反了人權公約跟憲法的規定 聯合國公民跟政治權力公約第十二條說 人人進入其本國之權不得無理剝奪 那這是不是理由呢 各位 現在台灣跟中國一樣 全世界就這兩個地方 採用這個方法 其他文明先進的國家是政府做了一大堆的配套措施 為的是要確保國人的安全健康 還有方便 記得方便 那當然你也可以學說 當然這個可能是傳聞啦 北韓說你只要咳嗽 證明你有武漢肺炎通通關起來 而且乾脆直接槍斃 但我相信 我相信這是開玩笑的 對當然你也可以學習說 只要你驗到是陽性的 為了避免浪費國家資源 我就讓你去等死 好我們再來看看 大法官釋字第558號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 遷徙的自由 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住所遷徙旅行 包括出入禁國的權利 人民是構成國家的要素 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外 於台灣地區設有住所 而有中華民國國籍等 可以隨時返回本國 不需要採取許可制 但是為了國家安全社會秩序 人民入出境 並非完全不得限制 但不須符合憲法23條的比例原則 並以法律定制 原則上就是 以聯合法的公約 或者以憲法的保障 人有自由遷徙 所以你回國 你高興回家就回家 不需要申請 這就好像你自己的家 老公要回家打電話給老婆說 老婆我今天可以回家嗎 孩子打電話給爸爸說 爸我要回家可以嗎 爸爸說 來你把成績單 用手機拍一下給我看 三天內考試的成績 不及格你不要回來 有這種父親嗎 有這種家庭嗎 今天我們的政府 就在做一樣的事情 當然憲法說 他說入出境的權力 並非不得限制 比方說有人被限制出境 就怕你有逃亡串政 或者是你犯法 那把你限制出境 怕你跑走 但是有沒有那種不可以回來的呢 只有在兩蔣時代的黑名單 而黑名單在1992年就解除了 1989年有郭貝宏的V怪客 面具怪客闖關 轟動一時還搬上了好萊塢的螢幕 因為那個時候 有家歸不得 自己的家不能回來 只因為你的思想跟政府不一樣 現在可能你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你不能登機 為什麼 因為政府懷疑你的身上帶有病毒 所以你不能回來 天下跟剛剛有這種事情 天下就要那些私情嗎 那也該征服啊 這是什麼樣的政府呢 來 我們來看看 這是完全沒有辦法有配套措施的嗎 當然不是嘛 你乾脆說 在路上有人咳嗽直接拖出去槍斃算了 然後立刻拿去焚化 省得萬一有病毒怎麼辦 如果今天的政府做的每一件措施都圖自己方便 讓人民感到不方便 你要自證清白 你要自證自己沒有問題 你要自證自己的身體是clean的 你要自證你不能傳染 你才可以回國 那我要你政府幹嘛呢 再來 這一個檢察官 現在在台大法律念博士班的這位朋友 他說 釋字第558號的誕生 其實是台灣民主跟自由奮鬥史上斑斑血淚的一頁 動員開亂時期留下來的國家安全 一切至上的口號式的目的 再也不能夠作為違反法律保留跟比例原則 而剝奪人民反國權的依據 剛才提到 不是不能限制進出 但是 基本上是限制出境 怕你捲款潛逃 怕你有各種各樣的法律上的義務 你沒有進 結果你潛逃 這可以限制你出境 但是回國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況 沒有那種說 你是中華民國國民 你不能回國的 現在 陳時中 我們的衛福部 現在變成了憲法的制定者 變成了大法官解釋的解釋人 再來 我們來看看 出國及移民法的第五條明文規定 居住台灣地區 設有戶籍國民入出國 不需申請許可 對啊 為什麼我回家要申請許可 那麼我們來看看 這個行政機關 卻利用記者會片面宣布所謂的公告 它的法源到底在哪裡呢 這位曾經擔任過四年的檢察官 現在在念法學博士的這位朋友們 他的懷疑跟我的懷疑一模一樣 我們再來 紓困條例包含了萬用的第七條的帝王條款 所謂的必要之因應處置跟措施 那麼 這個應該不可能包括讓行政命令會架空憲法的所謂的 這個大法官解釋 還有國際法呢 國內化的聯合國公民跟政治權力公約 法律未接的入出境管理移民方法的規定 就是你的行政命令 你的公告不可能去凌駕以下的法律 其實同樣的事情發生在論文吧 蔡同學就用什麼 用個人資料保護 去凌駕了所有的資訊公開透明的辦法 甚至超越了國家機密的最高機密 國家機密的最高機密分為密機密跟國家機密 國家機密也只能封存30年 而且國家機密要總統行政院長跟戰爭時候的 少將以上的指揮官 在緊急情況之下 他得以行使這個所謂的保存國家機密的 極機密的這樣的條款 那也不過只有30年 結果教育部用一紙行政命令 就讓蔡同學的資料 從1983年到2049年 算起來是66年 這樣的違法的事情 今天我們的政府說完就完 說幹就幹 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們再來看看這接下來說的 跟傳染病有關的入出境管制方法 在傳染病防治法的第58條到第60條 然而並不包含不准本國人登機反國 這個傳染病的方法 它只限定的是外國人 停止發給特定國家或者地區人員入國的許可 針對是外國人 針對外國人稍微合理 因為它就不是我們自己的家人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不接待客人 我們沒有能力接待客人 這個說得過去 但是今天558號的大法官解釋 跟入出國移民法的第五條規定 根本國人回家不需要入國許可 我們今天的衛福部 用一個行政命令公告的方式 公開的凌駕憲法 凌駕憲法也就算了 還做出梗圖來做大法官解釋 來解釋憲法 好 我們再來看看 衛福部跟指揮中心 如果他就大膽勇敢的說 我們就是依照紓困條例第七條 蓋瓜授權行政命令 來限制本國人入境 那麼如果真的衛福部是這麼說的 那你還得要經得起比例原則的考量 那麼而且要這個行政機關來舉證 它所採取的是最小侵害的手段 意思就是說 你對人權的這個回國權的最小侵犯 要換來的是一個比較大的目的 比方說因此可以造成 國家的這個少了100個人被感染 或者是如此 今天呢 你不是 不是說這個人已經感染了新冠肺炎 或者是coronavirus 或者武漢肺炎 whatever 只是因為他沒有辦法提出來 三日內的核酸檢驗陰性報告 他就不能回國 聽一下 剛剛有這種事情 這個政府也太好做了吧 我每天什麼都不做 你拿來可以 有三天可以 沒有三天不行 這個政府也太容易做了吧 好 我們再看看 他說呢 現在這個就是我們的政府來處理這個 然後行政院衛福部還發梗圖 自己來做大法官解釋 說這個沒有違憲 所以陳時中他的所作所為 等同於他自己任命自己大法官 而且即日生效 因為他在解釋憲法 他說這不違憲 請問解釋憲法是誰的權利呢 來 我們來看看法律是怎麼規定的 好 來 大法官的職權我念一念 大法官必須超出黨派以外 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 他的職權主要在審理以下四項條件 第一個 解釋憲法案件 第二個 統一解釋法令及命令案件 第三個 總統副總統的彈劾案件 第四個 政黨違法違憲的解散案件 所以大法官的職務是在 解釋憲法案件跟解釋法令跟命令案件 陳時中呢 自己任命自己大法官 而且即日生效 他解釋說 憲法不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這個行政命令沒有違憲 自行解釋自己頒布的行政命令 這是中華民國史上第一狂人 我真是佩服他 這個道理呢 說明了陳時中 你不是自我任命為大法官 就是 你根本就是一個詐騙集團 我舉個例子來講 今天你開車走在路上 有一個人把你攔下來 說來 我要酒冊 酒冊完了以後告訴你說 酒冊規定已經改為0.001ppm 0.001 超過0.001 你就是酒駕 你跟我走 請問你 這樣的人 是什麼人 第一個 他沒有權力改變遊戲規則啊 對不對 因為法律不是這樣規定的 第二個 縱使他沒有改變法律規則 那麼第一個 他叫你停下來給你酒冊 他必然是什麼 他必然是警察 他才有這個權力 叫你酒冊 第三個 如果他不是警察 那他肯定就是詐騙集團 他想要洗劫你的財物 不是嗎 有第四個可能性嗎 今天 憲法的解釋權 有人可以光天化日解釋憲法說 我這行政命令不違憲 那他肯定是大法官嘛 如果他不是大法官 他就是詐騙集團 不是嗎 所以陳時中 要不就是自我案例為大法官 要不就是光天化日行詐騙之時 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I wanna know if you will stay well Deep in your eyes I see the truth Just take my hand because I won't let go Cause I believe in you Let's share these memories and laugh for a while The things we did at 22 I know we'll find the way to make it right cause I believe in you I know we'll find a way to make it right Neestart I believe in you Yes, I believe in you I know your impulse is to go alone Chasing after a better view Together we will take this open road Cause I believe in you Pack up your things because it's time to go We'll take this highway to the end Each morning I'll wake up and lov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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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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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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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oh, oh Oh, oh, oh I'm in my sight Each midnight Slide ij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政府要求国人 中华民国国民回到中华民国 必须上飞机前减据三天之内 有效的核酸的报告阴性 你才能够上飞机 不然别回来 我们的政府竟然敢如此做违宪 违反联合国的人权公约的事 我们的政府还有像 陈时中大法官这样子的 自己出来任命自己当大法官 还出来视线 说这样没有没有没有 这样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 还去做梗图找1450到处散发 好了我不管你自己当 是不是当大法官了 我也不管你到底是不是梗图 到底是不是1450 我们先来看看你讲的有没有道理 你这样的做法 对不对 首先我们当然是觉得说 疫情现在越来越严峻了 这些必要的管制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样做到底是方便了谁 害了谁 到底有没有达到防疫的效果呢 来首先出现一个问题 你如果检据登基前三天的核酸阴性报告 我们先孤不论 以前陈时中把所有的没有验出来的 都推给伟阴性伟阳性 说这个测的也不一定准 他用这个理由 来作为我们不做边境筛检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他的意思说测测也测不一定准 14天之后还是有人会感染了 用这种很瞎的理由 我们同样用今天的理由来问他 如果这个理由存在的话 你三天之内核酸报告也不一定准 不是这样吗 好了我们不吹毛求疵了 我们看大原则 各位知道最近的班机非常不稳定 常常一言再言 对于这种一言再言的航空公司 我们也要给予严厉的谴责 为什么 因为登基的人数不够 他飞一趟他会赔钱 所以他就一直延后并班想要把人数并齐了 这纯粹是只顾私利 不顾公益的航空公司的个人考量 但是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 很多 现在很多航空公司干这样的事 所以旅客很可能发生一个事情是 我本来打算明天要登基 所以我就在三天内 我就在昨天前天去做了一个核酸检验 拿到了一个报告 negative 所以我三天之内上飞机没有问题 结果我兴高采烈 兴冲冲的要返回家门 才发现说来了一通简讯 我去飞机取消了 再延个五天 那请问你 我再延个五天 我还要再去做一个检验吗 那我还要再去 上飞机前再三天 我再做一个检验 结果再过了三天 他又延了 我不断的在做检验 而且听说检验是拿棉花棒去钻鼻子 听说 我有朋友跟我说 眼泪都掉出来 这叫做核酸检验 好 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来 陈时中这么说 好 我们看看 他说不少旅客 陆续抢在12月1号的秋冬防疫专案之前 这个全面要求减负阴性报告新制之前返国 所以这段时间 12月1号以前的这段时间 那当然到今天已经过了 造成很多人抢着那个搬机回来 那个搬机会不会有更大的危险 这个我不知道 那么有民众说 因为疫情的影响机票不好买 万一做好检验报告之后 搬机临时取消 就白忙一阵 对此 中央疫情指挥和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说 这个叫做有正当理由 不用重演 这就可笑了 陈时中不但 他不但呢 扮演了自己封自己为大法官的 这个自封为大法官视线 他还自封为上帝 他认为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因为搬机临时取消 那你就不用付这个核酸报告 因为 因为 这个新冠病毒呢 他就会横租你的情况 他就不会在你身上造成影响 就算造成影响 让你得病也不会传染给别人 这个武汉病毒或新冠病毒呢 他会找原因 他如果发现说 我站在你的身上宿主 这个宿主蛮可怜的 因为 他呢 本来是要上飞机的 后来延后了好几次搬机 所以算了算了 我们不要为难他 于是我在你身上待个几天就自杀 我也不会向外传播 所以陈时中的意思就是说 在人看来合理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不用做检疫 你就不用上飞机之前三天之内 去付核酸的阴性报告 因为你是有理由的 这不是个笑话吗 陈时中时而扮演大法官 时而扮演上帝 决定哪个病毒会传染 哪个病毒不会传染 如果是因为飞机搬机延误 而没有减负核酸阴性报告的民众 他就算感染了 他也不会传染给别人 这是陈时中的逻辑 好 那么 这叫做有正当理由就不会传染 可见什么 这三天只是参考用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确实也担心说 如果这个边境不严一点 那么 这个带员的人上了飞机 可能会传染等等 所以干脆叫他不要回国 这不是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应该是给民众最大方便 政府做最大努力 所以 比方说了 这位子袍梦的检察官 他说的建议办法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上飞机做好隔离跟防疫措施 你是可以柔性劝导 上飞机之前一定要做 比方说这个口罩 或者是护面部的一些装置 其实很简单 如果我们够体贴 所有回到台湾的旅客 或者是甚至是外国人 我们就给他现场发一个防护罩这样子的帽子 一个几十块钱就可以做出来一个压克力的 或者是塑胶的透明的防护罩 让他的口罩之外能够有一个禁止飞沫 直接喷到脸上或者眼耳鼻口的这样子的一个设施 花不了多少钱 我们的政府撒钱是不眨眼的 买1450是不眨眼的 这一点小钱 花不了多少钱 而且在飞机上先量体温 做好所有的相关的必要的测试 回到机场之后量体温 像关岛政府一样 你回国来集中到防疫旅馆 给他一个高档旅馆 政府付钱 7天如果你还想要住 再7天 如果不想住 用特别的防疫专车把你送到家 你在家居家隔离 为什么7天 因为据医疗的判断就是说前面7天的感染力最强 好 那如果一旦有发烧或相关的情况的话 立刻送医或隔离 这些配套措施都是可以做的 而我们的政府选择什么都不做 这就是我们今天政府 那我请问你 我们每年付给政府2.5兆 给你当预算 40万公务人员给你 你是干嘛的呢 你这个政府什么事都不做 叫民众做所有不方便的事 然后最后呢 政府扮演大法官的角色 我说你不违宪你就不违宪 再扮演病毒的角色 扮演上帝的角色 我说你的病毒不会传染 你就不会传染 所以你COVID-19的这个 negative result 你这个检验报告 如果因为你的班机延误 所以你没有办法取得三天内的 那就没关系 这就是今天政府防疫的 一个态度跟逻辑 我真的为我们 所有2300万 拿中华民国护照的国民 举一把心酸泪 我们有这样不负责任的政府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论文门我们有新发现 我们有没有想法 入众所多的前面 我们要有什么隔离 这个文章 我相信在伯母 是一段时间 在伯母 我相信 我相信 心理 I know your impulse is to go alone Chasing after a better view Together we will take this open road Cuz I believe in you Pack up your things because it's time to go We'll take this highway to the end Each morning I'll wake up and lov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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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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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标题是 蔡同学的黑皮书被下架了 真的假的 好 今天呢 我们收到了网友的 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们又来爆料了 这个同学呢 她在今年的一月份大选过后 她去LSE的Women's Library 想要再匹判一下 在记这个徐永泰博士跟林环强教授之后 想要再来写个西游记 结果 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馆员告诉她说 这本黑皮书已经不在了 那么请她上网去看电子党 说不见了 那么她就去追问说 那为什么不见了呢 那个管员尴尬的笑一笑 就跟她讲说 Well I No Well 嗯啊 嗯 那我们这个同学就很好奇 所以她就展开了一连串的追查之旅 她用这个研究方法中的multi method 在不同的地点问不同的人针对同一件事情 在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点问同一件事情 不同的时间点跟不同的人问同一件事情 交叉比对组合 她找到答案了 待会我们跟大家讲 到底为什么蔡同学的这一本 This is a note 被下架 好我们听好 她是被下架 结论是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Women's Library 非常不爽 她们好像收到了一个油包炸弹的 那种感觉 搞得一身心 非常的不爽 还差点要吃官司 所以她很不爽 就把她给下架了 告诉这个 This is a note 的主人说 你拿回去 别在那边拿啊 快拿回去 好那 蔡同学的犯罪集团鼻子摸摸 就把这个This is a note 拿走了 原先我们还以为说是蔡同学 选举完了 这个戏演完了 她可以不用演了 所以就拿走了 那么摆在那儿呢 早晚有人会把里面的很多内容给抄录下来 电子党有个好处 你随时可以更改嘛 好就像那个波斯顿的照片 现在被查到 她明明就是在Boston 不是在伦敦 就被我们踢爆之后呢 电子党上图说 不是说改就改吗 所以电子党可以随时改 但是纸本放在那里改不了 原本我们以为说 蔡同学自己鼻子摸摸 想说糟糕 再这样下去会穿帮 所以把她拿回来 我们得到的答案不是 她是被丢出去的 这本This is a note Women's Library 表明了 我们不要收藏了 请你拿回去 这个事情大咯 我们交叉比对 得到了以下的这些证据 好在这个之前呢 我要先讲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陈时中 除了自认大法官之外 那么他不但先制限 制限完了以后 自认大法官来视线 说这个上飞机前三天 检据阴性核酸报告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么你就不要上飞机 那当大家讲说你违宪的时候 他跑出来视线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没有视线 这行政命令呢 是可以紧急处分 碰到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权责单位呢 可以做一点调整 结果又被我们打脸 被我们横打脸 对不对 就说你这不符合比例原则吗 还被那个我的子袍梦的一个 检察官 现在在担任这个博士班的学生 他就引经据点的告诉你 你哪里违宪 你哪里违反联合国的人权公约 结果陈时中出任大法官 视线后不到24小时 他呢又进行了一个新的制限工程 他进行了修线 他开始又把这个 这个超越宪法条款 跟国际人权条款的 这个行政命令又做了修改 他说呢 如果 你可以切解 说我没有染病 我没有任何的症状 那么你可以上飞机前三天 不用减据这个前三天的核酸阴性报告 又来了 不到24小时 又制限 又视限 又修限 这个了不起啊 这个创台湾 这个南京以来啊 1945年 南京以来 中华民国视线史上 跟制限史上最快的记录 现在陈时中的意思是说 他昨天晚上先做了一个视线 后来又做了一个视线 又做了一个修线 他原本做的视线是说这个没有违法 这个没有违反宪法 然后后来呢又做了一个 制限的那个 宪法临时条款补充说 如果你的飞机票 是被这个 航空公司给延期了 那 你就不在那个三天前 要减据这个三天之内的 核酸阴性报告的范围内 那这是例外 所以没关系 所以本节目呢 就告诉 就大酸了一下陈时中说 这病毒还真的是智慧型病毒 他钻到人的身体以后 他会去看说 原来你是因为航空公司害你的 所以你的核酸报告呢超过三天 没关系 我在你身里面待个几小时 我就会自杀 我也不会去传播给别人 所以你别担心 我要做一支有公益的病毒 那 现在呢 这个 陈时中呢 又修线了 他说 如果你切洁的话 那你就不用具备 这个三日的核酸阴性报告 你还是可以上飞机 你还是可以回家 欢迎回家 Welcome Home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病毒还挺人性化的 这个病毒呢 这钻到人的身体里面以后 他会去看你有没有切洁 如果你有切洁的话 那么 就不用提供这个核酸的阴性报告嘛 但是因为你有切洁 还是让你回台湾 看到你有切洁之后 这病毒呢 在你体内24小时也会自杀 他也不会钻出你的身体 他也不会去传染别人 因为他可以叛毒 是航空公司害了你呢 还是你已经切洁了 所以我们的陈时中实在很棒嘛 他真的是时中神啊 他的防疫呢 真的是有办法操控病毒 让病毒做这个人工智慧AI的判断 真是了不起 而且你看24小时之内 出任大法官 然后呢 还自己制限 制限完了以后释限 释限完了以后修线 还加了两个临时条款 这个实在是 这种人才实在不得不可多得 你最要选台北市长 那你如果要选台北市长的话呢 我就来 我不是我要陪你了 我没有那么衰啊 我 Pico很不爽 Pico听到说我要选台北市长 气的冲过来就 就把这个电线给绊倒了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来 这个 呃 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件事情 讲这个是 好 好 我们来看这则新闻 这则新闻很有趣 呃 美国海军行政专机 在这个 台湾的媒体突然发了一个情报首长 这个美国的海军专机抵达 这好像是三例新闻的独家 很奇怪 这种新闻怎么会是三例独家呢 可见是绿营的人发的吧 是吧 我不知道 好 这个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情报处长 叫做Michael William Steadman 剧传说是他 率领个食人团来到了台湾 那么这个新闻听说被 我们的国安高层给泄密泄出来了 不然谁会知道 对不对 一定有人泄露嘛 那么一次让美国跟台湾的高层都很不爽 因为 呃 kind of 泄密 啊 那个我的被告就是总统府的发言人 反正讲谎话也讲习惯了嘛 张敦涵他也没在怕 所以呢 他就说这个事情呢 因为不是公开的行程 所以没有评论 好 这件事情 台湾 紧张了 台湾的国安高层紧张了 到底谁泄露的 为什么丢给了三例这一类的媒体 而后来呢 还包括我们想到一件事情 哦 就是那个美国的卫生部长 阿克萨 来台湾四天 8月8号 到8月12号 结果四天后 过了两个礼拜之后 8月28号 蔡同学开记者会 宣布 萊猪进口 所以阿克萨搞了半天是来干嘛的 是来买地霸欸 那台湾把他当上兵接待 然后坑都不敢坑一声 乖乖的 两个星期内 限期开放 宣布 美猪要来台了 各位想想看 这个阿克萨后来被人家起底 其底什么呢 他曾经是这个瘦肉精的厂商 他是在2012到2017年曾经担任这个瘦肉精的药商的 推销促销的董事会的成员之一 那卫福部出来打脸说 没有没有 他不是老板 他不是老板 那他是不是代表了某个利益团体 这个卫福部就不敢多说了 好 那么我要讲的是两件事情 拍你当搞消磷 现在是美国政局最乱的时候 而且很可能是川普的后交接时期 或者是不一定 这很难讲 最近在网路上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 你看了真的眼珠子掉下来 又是CIA出动 又是攻坚 又是到德国又抓了谁 这讲的 坦白讲我为什么不转述 因为我真的没有能力判断 这是不是假新闻 那现在在美国一团乱 但是趁乱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为什么 因为就会有人假借名义 来推销嘛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嘛 老板不在 怎样 跳楼大借卖嘛 对不对 老板很忙 怎么办 跳楼大借卖 好 开始塞东西给你 这个Mr.Akzak 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吧 他可能跟川普也没有关系 可能跟彭斯也没有关系 可能跟Pompeo没有关系 可能只是因为他被他以前的老板所托 两个谈好了 说Akzak 你也快下台了吧 对不对 不管 谁当选嘛 我看你是快下台了 你赶快去补个挂 那你下台以后呢 要不要回来我们这个药商呢 继续工作 来年薪多少我先开给你 但是 请你在你的任内最后达成做完一件事情 那这个Mr.Akzak 他需要这种事情 需要去跟Pompeo报告吗 需要去跟彭斯报告 需要跟川普报告吗 帮美国争取更多的这个萊猪进口外国 这种事情大功一件嘛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事情 右边讨好 左边更讨好 然后也帮他以前的老板呢 达成了一个重大的使命 所以等着他卸任之后 为他铺新的工作 台湾真的不会搞外交 傻傻的 该买单的 不该买单的 全部都买单 那现在呢 这个美国的情报处长 这个印太的Michael William Stadden 他来干嘛呢 我不知道 坦白讲我不知道 来卖武器吗 来最后一批 最后一批老板不在跳楼大街卖 不对 老板不在加价加码大跪卖 不知道 但是我说过嘛 呃 半夜听到鬼在推磨 你肯定不要以为鬼是在练身体 他一定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所以这个背后没那么简单啦 不是什么 哇在这个 呃美国这个军事 美国政局不稳定的时候来台湾 稳定台海的安全 我跟你说啦 美国没这么好心啦 我跟你说真的啦 美国要维护台海安全也不必这样子啊 打个电报后来打 传个这个通过话就可以了 关岛的美军基地 Anderson Air Force 跟他的这个Navi Base 每天穿边边啊 他呢随时随地可以到台湾来 所以这个动作呢 诶 是不是老板不在 这个跳楼大跪卖 这个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说台湾呢 一天到晚哦 被傻傻的勒索 这不是因为出自美国川普的 或者是Pompeo或者Pence的意思 而是可能在美国的Deep State 他的深层政府中有一个利益结构 喜欢趁乱摸黑 那台湾又笨又呆又是潘娜 特别是民进党 很不会做对美关系 我是说真的 我曾经在政经看民事当中 也曾经嘲笑过民进党的外交 我说整个民进党的外交 抵不过一个Fapa 半个Fapa做的都比你好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台湾老是做一些相反的事情 台湾的政府外交部 老是做一些相反的事情 以前我在民事的时候 就常常批评外交部 所以这个吴钊燮 还有很多人对我就很不爽 不过没有关系 你不爽我我也不爽你啊 对不对 听说你是我爸的学生嘛 我爸如果地下有知的话 一定会告诉我说骂得好 好 我们再来 那么这件事情 我们还要看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这样子的事情怎么会泄露呢 媒体为什么会有这个消息 国安单位很紧张 因为有人窝离反 那是不是真的呢 当然是真的啊 国安高层 国安的这些人 对蔡同学非常不爽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各位 民事高层在去年4月20号 被这个陈菊跟蔡英文叫到官邸 不是总统府 更正一下到官邸 这个摸头事件我怎么会知道呢 对不对 我又没有装那个什么行车记录器或监视器 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想也知道嘛 有多少人对蔡同学非常不爽 这些人不见得是蓝营哦 绿营的人也对蔡同学非常不爽 所以你想想看 蔡同学的817万票已经让蓝营的支持者 一直认为这个总统得不配位能不配位 再加上最近常常过来收看政经关不了 又开始发现说 原来蔡同学是这么糟糕的一个36年大骗子 我请问你对这些国安单位的人来讲 能不是男的 暖和人物接受这些国家吗 不可能不是男的 我现在去不闪 他竟然有地方 Taxi DIRECTION 似乎其他工人 但是大骗子 有macd butterflies 我理你 六千里 你伤何的 不要 того 她是 sin 一個沒有讓你去選舉 就在那邊哭哭啼啼 後來補償他 給他去當黨產會 他去弄不當黨產委員會 你想想看 先不談藍綠 軍公教 在這個圈子裡面獲利的人 對他有多不爽 再來 後來也跑去精管會 跟所謂的情勢單位 陸海空網四軍 還有檢調跟警察系統 是完全沒有關係 請問你他要怎麼去帶領國安會 誰理他 再加上這個親軍的三軍統帥 親軍 無親軍 親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36年的學術詐騙的騙子 而且還把自己的資料封存 還告人 這全國都知道 包括1450心裡面也知道 講不出話來 現在1450只敢說一句話說 沒有你看英國倫敦大學都說 他們有學位了 你還說什麼 但是後來被大家 一一一打臉 後來發現 那篇文章是屍呼嚨發的 網路上我們連連結都找出來了 所以沒有看的1450 你們去補功課 去補上課 好 所以這些國安高層 會有多不爽 各位可想而知 那麼這些人 對於這樣子一個能不配位 得不配位的四軍統帥 跟國安會的秘書長 跟這些國安的高層 他們內心會服從這些人嗎 我想這個答案也呼之欲出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對台灣也不好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窩裡反的國安危機 所以要怎麼樣讓這個窩裡反的國安危機 能夠回到 不要犧牲了台灣的安全 就是讓我們這個四軍統帥下台 現在已經有人在發起罷免了 因為明年的520 今年的520其實 明年的520了 現在已經12月了 在四五個月後 就可以開始罷免總統了 已經有人在磨刀霍霍 好 月月欲試 好 各位同學 如果明年有人在520開始 發動罷免蔡同學 你會參與的請加1 覺得別鬧了啦 台灣已經夠亂了啦 彭P 你好阿伯 請加2 大家來統計一下 加1還加2 那我想各位 這個罷免會不會成功 我覺得 這個罷免的機會非常的大 那麼 他可能要透過立法委員 不過沒有關係啊 兩階段嘛 如果這個立法委員 不願意表態罷免蔡英文 那我們就先罷免他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再來做兩階段的罷免 所以 這個事情 沒有想像中這麼困難 因為你看看喔 沒有投給蔡英文的人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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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蔡英文的死忠部隊 閉著眼睛都會投給她的 1450 還有1分之1嗎 所以這不是一個吃人說夢 我認為 你覺得 只要符合公平正義的事情 就該去做 至於做不做的成 人家說是 事在人為 人 就是盡人事聽天命 我認為這件事情交給上帝 上帝是公義的 上帝是信實的 進段廣告之後 我們來看看 蔡同學的黑皮書 為什麼被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給下架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高層 尤其圖書館 系列軟味送 馬上回來 我們要一起去 補充太人 我們拍攝了 這件事 我們在22 我們做到了 一位 我們可以找到一環境 我相信我 I believe in you Yes, I believe in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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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给标下来了 所以它看起来像是一个 一个收藏的 小小小小的图书馆 徐永泰博士去过 他说大概就是 差不多60平的大小 好 那这个 妇女图书馆呢 这本书 蔡同学的黑皮书 This is a book 是放在一个 personal collection 就是一个个人收藏室里面 好 我们回头讲讲那个时间点 就是2019年的时候 从曹长青 从林环强教授 赫德芬老师 一连串质疑蔡同学的论文之后 2019年的6月28号 蔡同学的论文成功地 放进了这个 Women's Library的 Personal Collection Room 就是个人收藏室 然后她开始做大外宣 大内宣说 你看 英国伦敦大学呢 收藏了我的图书 也就是我的论文 没问题了吧 我的论文进到 英国伦敦大学找到了 因为英国伦敦大学 把我搞丢了 现在他们把我的这一份拿回去 放在家上 当时着实骗了一些人 我们还花了一点时间调查 直到林环强教授 徐永泰博士 在这个后来呢 一直到9月10月间 都还有人想要去匹庞 我们都还要组一个匹庞团吗 各位还记得吗 结果我们招兵买马 凑齐旅行社都谈好价钱了 英国伦敦大学的Women's Library 突然不接受任何人到图书馆去查阅 理由是说要开学了 大家还记得吗 那时候理由是说快要开学了 所以这个硕士生以下他们就不接受 跟外人他们就不接受任何人前往参观 那么我们呢就派了当地的博士生要前往参观 结果首先第一关你要申请 后来呢我们派了五个人去申请 用五个不同的名字 就找了五个不同的名字的代表的人去申请 通通没有给任何的回应 那是什么时候呢 那个是在去年的大概十月份左右开始 就陆续的被打回票 在这之后我就没有再听说过 有任何人成功的取得了 Women's Library的阅览证 得以去看看这个Personal Collection Room里面的 蔡同学的This is a Note 那时候我就很怀疑 我说奇怪 既然他开放了 那他为什么不让人家看呢 原因就出在林环强教授跟徐永泰博士 你们呢坏事了 你们真的坏事了 因为你们把他这一本 This is a Note 荒唐的地方都摘录下来 蔡同学整个脸呢被打肿了 他知道在这样下去呢 会有前仆后继的人出来写邮记 把他呢这个Note 所隐藏的所有秘密都揭穿 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放在Women's Library 但是现月任何人都不能看 一直到2019年的1月份 蔡同学呢把她的电子档的连结送到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本来不是你看嘛 他2015年偷渡了一个连结 但是这个连结点进去是打不开的 意思就是他是个空的 里面没有内容 为什么没有内容 还没改好 不敢给人家看嘛 但是要谢谢曹阳青教授 曹阳青老师一路下来 大家逼得蔡同学 把他逼到墙角 他不得不拿出来 所以他仓促的拿了一本 This is a book 放在Women's Library 就被发现被笑 中间还缺六页 等等 还有手的手写的立刻白的 那没办法了 他赶快弄一本 把一些问题呢给他修正完之后 放成电子档 把它送到云端 然后把这一本呢 他本来呢 想要两个东西并存 因为怕有些人去找这本书 找不到 又会再起风波 没想到这个时候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 Women's Library 她呢 反手过来叫蔡同学说 你呢 既然已经有了这个电子档的 那这本是不是就不要收藏了 因为我们透过关系呢 有人取得了真正的 后来蔡同学的这笔 This is a note 消失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 Women's Library的真正的理由 真正的旅游就是 英国伦敦大学的妇女图书馆的 个人收藏室 下架了蔡英文的黑皮书 就这件事情啊 我直接公开跟台北 国立图书馆的馆长 喊话 如果你执意不下架这本黑皮书 我们在近期之内 会向你提出告诉 那么我们会把对你的提告呢 分成几个案子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仍然是蔡同学当家 所以我们只能够告发 那一旦告发呢 检察官呢就有可能完全不予理会 或者是签结或者是不起诉 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我们要连个在意都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案子切成几块 现在呢我们告 再过个两年后 在后蔡时期我们也告 等蔡同学下台以后我们再告 所以我们把这个案子切成几块 分别提告 那国图的馆长呢 你是一定跑不掉的 我是这么建议啦 你要不就赶快自首 你要不赶快退休 把这个退休金呢一次落袋 然后赶快移民出国 不然的话后面会有追诉不完的案子 会跟着你走 好今天英国伦敦大学的 Women's Library都知道 要把蔡同学的这本书呢 这本This is a note 从她的personal collection room把它下架 下架的原因很简单 这一个去探寻的朋友告诉我说 英国伦敦大学 Women's Library气死了 她说被骗了被骗了 他们说呢 这一本This is a note 一旦进到了他们的personal collection room之后 他们就随事连连 他们被很多人查询 他说最多的时间 一天大概有五通电话来查询 这本书可不可以看 他们疲于应付 然后拿到有些人要来申请之后 又把它转给了台湾的总统府 转转转给总统府 结果呢总统府这边又不太回应 让他们卡在这边两边不是人 就是说跟英国申请这边不断的吹说 这个可不可以阅览 可不可以阅览 但是呢他们透过台湾在英国的白手套 跟总统府洽询之后 一直不给回应 就拖嘛 结果呢就造成了 他们在两边就是一直被困扰 他们说vexatious是这个原因 他们不断的被骚扰 因为很多人说要看 还有 我们宇宙政策学院的同学 我不知道是哪一位 曾经发过律师信 给英国伦敦大学的 Women's Library 扬言要对他们保存 蔡同学的这一本书 如果不愿意诚实揭露 这本书保存的理由是什么 他们将要依照一些公法上面的 公共的行政法 跟英国伦敦大学的Women's Library提告 所以英国伦敦大学很 很晦气你知道 他觉得很衰啊 而且他还透露说 当时把这本书送到Women's Library的时候 他们第一下还以为说 蔡英文是台湾已故的前女的总统 所以他们才答应把她收下来 因为没有讲清楚 他们以为这个是已故的 former的alumni 是已故的女性总统 因为英国伦敦大学的 Women's Library的 personal collection room 他们原则上 我不确定有没有例外 因为这个事情我没有查证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亲自查证 因为现在妇女图书馆呢 他们可能是因为coronavirus的关系 然后她这个collection room 目前呢 她没有去接受外界的询问 那么我不太确定 我这个消息来源是否正确 因为蔡同学当时 把这本 this is a note 送进Women's Library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送的人告诉她说 这是一个former president 还是一个已故的总统 因为根据这个英国的 伦敦大学的妇女研究室 她们呢 我据说了 这是二手传播 她们只收已故的 世界上有贡献的女性 她们的个人收藏品 所以有甘地夫人 有居里夫人 有一些人她们的手杂日记 写给这个学术单位的信 在这里保存 然后公开 好 所以她们当时第一下误判 这是蔡同学的遗座 于是她们答应收藏了这一份遗座 但是后来发现说 不对啊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跑来跟那个 那个进商团样来匹庞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到后来很多人都很不耐烦 甚至有跟她们的工作人员起口角 问她说你为什么限制我这个 限制我那个 请问你 一本论文为什么要限制 为什么不公开 诸如此类的事情 她们不堪其扰 而其间台湾还有国安人员去那里支援 帮她们去挡掉一些来询问的 有关于蔡同学的 This is a note 的人 我判断 Ted Law 刘仲毅博士 他去的时候 那一位出来跟他拨乱接洽的台湾囊 跟他讲台语的那个人 就是一个英国伦敦大学 私下透露所谓的台湾派国安人员支援 好 那这个故事呢 讲到这儿 我们要讲的是 最后英国伦敦大学不堪其扰 所以就跟蔡同学说 你呢 把电子党拿上来 那我们就把这本退还给你 蔡同学 鼻子摸摸就在去年的一月份 把这个下架的This is a note 带回家 现在放在她家的床头上 不信的话 皇位检察官发动搜索 你一定可以看到这本书 好 这整个故事呢 让我们看到了蔡同学 又在我们的外交场合上再丢一次脸 就你搞不清楚状况 用骗的方式 把这个字自己的一本书 放进妇女图书馆 人家还以为你是已故的一座 塞进去之后呢 跑回来台湾做大外宣说 你看英国伦敦大学收藏了我的博士论文 最后很多人要去匹庞的时候 你又不准人家看 很多人打电话去complain 英国伦敦大学说这样这样这样 不要了算了 这个东西我们还给你 给我们再来太多的困扰 好像魔戒一样 一戴上以后奇奇怪怪的事都来了 所以还给你 那么你把你那个电子档拿来 我们把你放在电子档上 好 就这样两不相欠 所以蔡同学呢 她的犯罪集团摸摸鼻子的 把这本下架的This is a note 带回了台湾 那么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们要把它串到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 现在蔡同学的论文门 我可以跟你保证 一定是美国的CIA 一定是中国中南海 还有其他几个主要国家 还包括英国的情绪单位 目前积极研究的一个内容 好 那我知道有一些这个1450 在网络上呛我说 英国伦敦大学 有没有发学干美国什么事 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讲过 我说这个美国的卫生部长 Azar到台湾来 也不用推销什么瘦肉精了 他只要不用推销什么莱猪了 他只要问后语的时候 看到蔡同学说 蔡同学 你的人们运游和了 他不会讲中文 他说 Hi President Tsai 或者 Can Xiao Si President Si How is your fifth gate going 講這句話已經是變成可以勒索蔡同學 拿到巨額的補貼的重要的通關密語 舉凡講這句話的人就可以拿到通關密語 所以我才說這是個國安問題 有人說彭P你也太會扯了吧 英國倫敦大學的ThesisGate干美國什麼事 各位不要忘了 阿扁的那個時候在2008年開始展開一連串的那個 埃格蒙組織你們知道他是總部設在哪裡嗎 總部設在加拿大 那加拿大幹嘛撈過街去管台灣 還管這個阿扁總統在海角有沒有欺異呢 在美國有沒有制產呢 那埃格蒙組織不是加拿大 加拿大不是很少管閒事的嗎 各位知道學術詐欺的打擊犯罪組織在全世界至少有三個知名的 一個在美國一個在英國一個在德國 德國的部分我們跟大家揭露過 因為德國曾經發生一連串的部長學術詐欺的事件 於是他們就有有心之勢 組了一個跨國的打擊學術詐欺 特別是這個論文跟證書造假的一個組織 這些組織之間彼此難道不會互相串聯嗎 當然會嘛 因為學術詐欺是跨國的嘛 那你說這是干美國什麼事 全世界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會有美國 全世界只要需要執法需要警察的地方 美國大叔Uncle Sam就會出現 所以如果你懂得做國際政治跟國際外交 你懂得在這個後川普時期去做利益的這個 講勒索有點難聽 講利益的交換或者是互惠 那一個國家的元首正在面臨各種各樣的刑事民事責任 他的這件事情值不值得你研究呢 我想答案很清楚了 1450跟這些跳出來蹭的人 我覺得可能需要去測測智商 好今天我們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要來看This is a note 好這個This is a note 現在全世界已經找不到了實體書 除了在蔡同學的床頭之外 各位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如果今天Women's Library不爽收這本This is a note 他為什麼乾脆把它放回他正確應該去的地方 就是美國的英國的倫敦大學的IARS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高等法律研究院為什麼不放回去呢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說的也是啊 因為他就不是啊 他不是他要怎麼放回去 所以英國倫敦大學的法律研究院跟法律系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真的是守住了這個底線 所以蔡同學到現在 你看她當選到現在 從去年從今年的1月去年的 今年的1月10號到上任 到目前為止 英國倫敦大學的政經選法律系 沒有之字 對於這個校友的任何問候或者是 恭喜之意完全沒有一個字都沒有 好我們來看看 這本This is a note 在173頁上面數來第9行 左邊第4個字看到一個字叫做 commerical c-o-m-m-e-r-i-c-a-l commerical commerical是什麼意思呢 對不起 查騙了所有的字典 找不到commerical這個字 原來打反了 是commerical C-o-m-m-e-r-i-i-i-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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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R-I-C-A-L Commercial 它硬把它拼成C-O-M-M-E-R-I-C-A-L Commercial Commercial C-O-M-M-E-R-C-I-A-L 来 它的解释是 Related to Buying or Selling Things Related to Buying and Selling Things 就是买卖交易 它的造句是 The Commercial Future of the Company Looks Very Promising 这家公司呢 他们的贸易前景看来非常的光明 这是今天的美日一词 好 今天呢 我们的夜深人静的时刻又到来了 在夜深人静的时刻 要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九节 很多同学担心我们在跨海到英国去诉讼 担心我们会没有办法负担 或者是没有办法撑这么久 可是圣经给我信念 我只管做对的事 其他的供应 上帝会透过各种各样的天使来帮助我们 我深信不疑 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非常激励人心的圣经经文 我再念一遍 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彼此勉励互相打气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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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